哈囉大家好,我是Ian 今天來到台南這邊參加 森陽自行車的新品發表會 那因為森陽是代理商 所以他有代理非常多 下面這些品牌 那今天我就會就 跟我們登岸車相關的品牌 做一些新品的介紹 那大概會有 這邊看到的 KS伸縮座管 還有Design的工具 還有新的東西 還有Santa Cruz的新車 還有RockShock的前叉 還有SRAM的 變速系統 那等一下就帶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我們要來看的第一個品牌 就是Santa Cruz的乘車 Santa Cruz是一個美國加州的品牌 那在開始介紹今天要看的 現場有的車之前呢 先講一下它的產品線分布 有許多廠牌因為都放棄 27.5的市場 所以就沒有出27.5的車 只有29吋的 但Santa Cruz呢 它29跟275都還有 蠻完整的產品線 並且它在 每一種輪徑之中 它的行程分的還蠻細的 例如說27.5輪徑的乘車裡面 它就分了 行程最短的5010 行程再長一點 Bronzen 再來是Nomad 然後再來是行程最長 下坡車 V10 那27.5輪徑還有一個 它們唯一的 電動輔助自行車 就是Hackler 那在29吋方面呢 它們也是切得很細 雙避震車而已 有五款車 行程最短的是 Blur 然後再來是 Tallboy 再來是 High Tower 然後再來是 Mega Tower 行程最長的下坡車 V10也有29吋的輪徑 那今天會做現場 比較詳細介紹現場的乘車 大家可以看的是 5010 還有 Mega Tower 這兩台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仔細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要先看的就是 27.5輪徑裡面 行程最短的 5010 MY21的5010 其實是已經 第四代了 後避震器呢 跟所有的 Centacruz乘車一樣 它的 安裝點已經從 上管移動到 下管來了 在所有的乘車上面都已經是這樣的設計 除了Blur之外 它是後避震130 前避震140 然後車架是碳纖維的車架 這樣改進過的連桿設計 它的 漸進性會比較線性 壓縮時候 它的感覺會比較一致 然後它的車跟 很多廠牌都一樣 是有做 可以有兩種設定 可以有高跟低的設定 那它的變換呢 就是靠 後避震器的 後孔眼這邊 不曉得影片裡面看了 看不到 這裡有一個 chip 它可以把它翻過來 就是 可以做高或低的配置 那Centacruz車的 設計 也是follow現在的趨勢 就是越來越長跟越來越斜 所以這台車呢 它的頭管角度如果是高設定的話 是65.7度頭管角度 那如果低的話是65.4度 其實這個角度是蠻趴的 那立管角度 如果是高設定就是77.4 那低設定就是77度 那這個 角度是蠻大的 這是有利於爬坡 那它的reach就是從BB垂直高度到龍頭這邊的距離 它的距離是450 其他廠牌它的後三角大概都固定 然後就配不一樣前三角來改變它的尺寸 但Centacruz的車就是它的每一個尺寸 其實後三角都不一樣 所以這台是以M的來說 它的後三角 後下差強度就是426是比一般還要短 然後這台車比較特別就是說它的後避震器 層車上外配的是氣壓 RockShock Super Deluxe 那其實 它的空間是可以讓你換裝 彈簧後避震器的 你比較喜歡彈簧的那種 壓縮反應 其實這個地方是可以換成彈簧的後避震器的 你看到它後三角寬度其實 蠻大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容納到最寬2.6吋的外胎 雖然它行程只有130 但是 看起來你可以把它換成 一台很超的車 不過這樣的車就是 他們所有乘車 它的後避震布局大概都是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說你在調 後避震的Sag的時候 你看你的手指頭都很難伸進去 去撥那個歐環 紅色的那個歐環 就是 調整的Sag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不方便 好我們剛才看的是27.5行程最短的 5010 那現在再來看29吋行程最長的 Mega Tower 那Mega Tower 它的避震呢 前後都是 160 然後也是跟 剛才看到一樣 它後避震 乘車上面裝的是 氣壓後避震 那你也可以改成 彈簧的 現在後避震這樣的佈局呢 它的漸進器會往上攀升 所以它會有 比較好的支撐性 然後也是一樣跟著所有的車設計趨勢是一樣的 越來越長然後越來越趴 它的Reach是 450 這台也跟剛才我們看到5010 一樣它可以有高或低的設定 那它的設定就不是從後避震的安裝點 它是從 後輪軸的安裝點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 變一個 橢圓形的 那這個就是flip chip 這個現在目前應該是 短設定 這個 這個黑色的墊片 它是可以拿下來 然後把它翻轉過來 輪軸的位置就可以往後移 就變成 高的設定 那如果是高的設定 它的 後下插長度 就變成 446 那這台車它的 後避震 目前這樣設計 就是比較適合 高速的騎乘 它在高速時候騎乘 距許多人的 評測呢 它有非常好的支撐性跟 避震反應 那可能對於比較低速 或者是你的地形 沒有 很多騎乘東西 可能你會 騎起來覺得比較 Harsh 一點 然後它的頭管角度如果是 高設定就是 65度 低設定是64.7度 那這就是29吋 行程最長的 Mega Tower 我們現在來到 KS的攤位 然後KS呢 這個攤位 其實已經有很長的歷史 然後他們的規格 基本上是業界 最全的 就是你各種管境 大概都找得到 然後各種行程 大概都會有 相對應的 那比如說 比較細的 272的 很多 有一些 XC車 或者是 gravel bike 現在就是用 這種比較細的 然後其他廠牌 可能就 不太好找 但是 KS的 他們272的 都有 然後還有 最普通的 30.9 31.6 都有 Specialize 34.9 也都有 然後 這個還有很誇張的 行程 竟然是200的 這個要超高的人 才能夠用 200也找得到 然後對於 gravel的 或是 XC的 就會比較短的行程 就像這樣 然後還有 遇到很多學員在問我 他們 比較老舊的車 要怎麼裝 伸縮座管 因為不能裝內走線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種選擇 這是 選擇之一 你可以直接裝在 不能走內走線的 舊車架上面 然後直接扳動這個波把 就可以調整高度 或者是你可以裝 這一種 這個其實也是 這其實也是外走線 它的走線就從這邊拉 所以基本上 這個線的走線是在 力管之外 所以 就不會受制於 車架有沒有內走線 而限制你的 伸縮座管 選擇 那這個是 KS的伸縮座管 大家可以去官網看 它規格超級多 應該都可以找到 你所需要的東西 現在我們到了 KMC的餐位 KMC大家知道 它是做鏈條的 對於今年 蘇聯跟SHIMANO 都有出12速 他們當然也會有出 對應12速的鏈條 就這個 12SPEED X12 然後這個鏈條呢 你看到它這鏈條 上面有寫 12 這個就是 針對 SHIMANO或 速聯的都可以通用 然後正反面都沒有差 那其實 他們其他的數別 譬如說 10速啦 11速 都可以使用 兩個廠牌 然後除了鏈條之外呢 它還有出一些 小工具 譬如說這個是 電子鏈條卡規 這個是 讓你測量 鏈條是不是有過度拉伸 然後就是 你拉太強就是要換掉 你也唯一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小工具 這個是四合一的鏈條修理工具 然後這是鏈條板手兼挖胎棒 然後還有一個很簡易的打鏈器 這邊就是 KMC 他們的新產品 好那這一站我們來到 LESIGN 那這一站呢 我們邀請到一位特別來賓來介紹 也就是 LESIGN的 品牌形象大使 阿丹 嗨 好這一站 這一段呢 我們就交給 阿丹來介紹 今年LESIGN有什麼 新的東西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東西 看到很Burr亮 對 這樣 然後弄得多了一下 這是他們Design最新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這個非常的閃亮 可以看到這個泰柴的外觀 非常的亮 他們最新的配色 他們會有鎖架打氣桶 跟這些燈圖 都有用到這個最新的配色 那再來看看這個手工劇組 手工劇組 可以看到 之前以往是銀色的 那可以看到他今年特別弄了一個 防腐蝕的一個塗層 可以看到這個顏色 是布的黑色這樣 那我們還有一個最新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隱藏式的工具組 我們猜猜看它是可以藏在哪邊 它是藏在拔手裡面 它工具組大概是長這樣子 然後塞進去 就是很好做收納 尤其像我在跑一些 Enduro賽這種 盡量很多能夠 越精簡 東西越精簡 越好 但是功能性都要怎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 確實是 蠻好用的 尤其現在 Enduro的玩法 那今年主要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好啊 剛才阿登稍微帶過一下 今年新品的重點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你看這整個槍上 都很多東西 然後很多新的其實還沒有買出來 那大家就到Design的官網上面去看 就可以螢幕扭了 那這段就要謝謝阿登囉 好這邊我們來到蘇聯的會位 那蘇聯今年最大的亮點就是 它的EGO系統 從50T提升到52T 那就是看到的這個飛輪 比一點還大的飛輪 又再進階 可以看到後面有寫這邊 10T到52T 然後這是今年的最大亮點 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會問 如果我已經有了 素顏EGO 12速的系統 那是不是 我舊的後變速器 可以相容於新的52T呢 答案是不行 除非你是用電子變速的AXIS系統 才有可能 去年的年份的 電子後變速 相容到今年的52T 那如果你是用機械式的話 就不行 就得用MY21 今年新推出的後變速器 才有辦法配合到52T的系統 那就是因為今年的後變速器 其實它結構上面有一些改變 譬如說它上導輪的位置 其實有一點點往前移 為了要提升鏈條在飛輪上面的覆蓋度 然後還有其實它在這個平行四邊形的結構上 也有一些修改 然後在這個腿的部分也有一些修改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以前的 我以前的後變速器 是不是只要改掉這隻腿就好了 那其實不是的 因為它連整個這個地方都已經有修改了 所以你只單改這隻腿 是沒有辦法相容於52T的飛輪 所以想要使用的朋友 就一定要注意這一點了 Rank攤位除了有Eagle的變速之外 還有買了一些RockShox的前叉 那RockShox他們產品線其實最近都一直在調整 那現在在Aftermarket 就是你自己可以買來換裝的零件 從比較高階的零件分成幾個等級 那就對應到XC0到EnduroDH的騎乘 那如果對這些名詞不熟悉的朋友 可以回頭看看五分鐘了解登山客分類的短片 那RockShox它裡面對應的前叉呢 就是這邊有擺出來C的SID 那這個是比較新的設計 它的內管徑是35 因為大家現在XC都越騎越兇 所以以前的內徑是32 那SID現在改成35 那還是有32的版本 它的名稱就是SID SL 就是32的 然後再來行程長一點 對應到零道行程就是Pike 然後再上去行程更長 Enduro用途的是Lyric 但是這邊現場並沒有擺出來 那行程最長的就是Voxer 那因為現在的騎乘環境的改變 變成說其實下坡車在全球的銷售量 跟一般大眾使用上面越來越少 真的買下坡車或者是雙肩前叉的人 其實有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的趨勢是把單肩的行程做到更長 譬如說RockShox在Voxer跟Lyric中間其實有190行程的最新的ZAP 但這邊也沒有擺出來 那現在RockShox他們產品線分布就是這樣 都是以三間為主 然後從SID的移物到ZAP這樣 那以上就是今年聲揚MY21新品的發表會 那有關各個品牌所出的登山車相關零件的各個詳情 大家其實可以到聲揚的網站去看 或者是直接聯絡他們的粉絲團 詢問詳細的規格或價錢 那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